ねえ この世界でねえ 萬代男夢工在2005年 推出了大型電玩遊戲《偶像大師》 標榜玩家能化身為唱片公司經紀人 培養自己的美少女偶像而大獲好評 隨後移植到Xbox 360 上更是引爆話題 成為宅男玩家最愛的美少女養成遊戲 單單靠著偶像大師所創造的付費下載內容的產值 就超過了數億日幣 還讓萬代男夢工社長公開感謝玩家的支持 而偶像大師打鐵趁熱也推出動漫畫 玩具 甚至真人歌舞秀一樣是大賺錢 成為萬代男夢工的招牌搖錢署 而在紀念偶像大師推出五周年的紀念活動上 製作小組也在現場一萬兩千名玩家的面前宣布 偶像大師會在2011年推出最新作《偶像大師2》 推出平台為Xbox 360 消息一公布又造成玩家熱烈的迴響 目前已知偶像大師2會收錄PSP版本的三位新人物 當然後續不被下轉的新服裝 道具 歌曲也是跑不掉的啦 看來萬代男夢工又要再靠偶像大師2大賺特賺囉 的是還要來把這個內容 本身的紀念活動 明明師傅 看來不見 明視啟聽 走賞 並不見